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易不会违背她的意思 更何况 尼古也跟白滚滚说的一样 华叔就更不可能放她出去了 所以 吴恒现在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如今她被困在狐狸洞里面 根本就出不去 更别说是去偷白凤九的身体了 一时间她只觉得烦躁无比 到底怎么才能够出去呢 吴恒十分着急 时间一缓而过 她在狐狸洞已经呆了好几天了 纵使她用法术延缓了自己身上的伤恢复 但她身上的伤好的还是十分快 毕竟青秋有的是好东西 让她身上的伤恢复神速 所以她心里就更加焦虑了 按照她身上的伤恢复速度 她在这里也待不了多少天了 得赶紧行动起来才行 可是华叔根本就不让她出洞 她如何才能去偷白凤九的身体呢 最重要的是 她根本就不知道白凤九的身体到底在哪里 最近这段时间狐狸洞里面就只有白滚滚 华叔还有米谷在 白浅回到天宫有事 阿力也就顺便跟回去了 哲言上神和白珍住在十里桃林 倒是会经常过来看他们 而这段时间狐狸白纸正在闭关 狐厚也跟着狐狸白纸一起去闭关了 还好现在白滚滚已经是个小大人了 一手好的厨艺更是承袭了 她的娘亲白凤九 把华叔和米谷都喂的白白胖胖的 十分可人 他们三个人的秀位都有限 看不透吴恒的真身 所以这段时间以来他们相处的倒也还算是融洽 只是吴恒依旧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出去罢了 所以说每天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但他只觉得生不如死 哲言上神 白真爷爷 你们过来了 白滚滚和华叔正在吃饭 看到哲言上神和白真过来 华叔立刻就激动的扑到了白真的怀里 慢点 你这活泼的性子 还真是跟你娘亲一模一样 就是不知道你是不是像你娘亲一样爱闯祸 白真挂了一下华叔的小鼻子 一脸宠溺 他和哲言上神每过两天就会过来看看 照顾照顾这两个孩子 虽然有米谷在这里照看着 但白真还真是不太放心 毕竟米谷也经常迷目呼呼的 白真爷爷吃没吃饭 没吃的话就在这里吃点吧 我哥哥做的饭特别的好吃 华叔眼睛亮晶晶的 好像闪着光一样 一提到他的哥哥 他的心里就十分的骄傲 看华叔这样 白真多少感觉有些忍俊不禁 思绪渐渐的飘远 就想起来之前他和白前两个人 几乎也是这么过来的 好啊 白真绽放出了一抹笑颜 就像是那冬日里的续阳 十分明媚 他们这一家人是其乐融融 角落里的无痕却一动都不敢动 白滚滚 华叔和米谷秀位不够 看不透他妖王的身份 但哲言上神和白真可是或真价实的两位上神啊 自立并不比他堂堂的妖王差 若是被他们发现了 无痕的身份肯定就暴露了 到时候不仅偷不到白凤九的身体 还会直接被扔出去 那可就丢脸丢发了 不仅没有偷到白凤九 就连狐狸洞都没出去 这要是被人知道了 他的面子可就丢尽了 想到这里他就只能 紧紧地避住了他的气息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好在白滚滚和华叔在和白真他们之间的谈话当中 暂时还没有想得起来无痕 我已经吃饱了 白真爷爷我们出去玩儿吧 华叔将手上的筷子放下 拽着白真的手 蹦蹦跳跳的就出去了 哲言上神露出一抹笑意 也跟着他们都出去了 白滚滚看着这一桌人都走了 也擦了擦手 跟着出去了 米谷稍微地收拾了一下桌子 眼屁颠儿屁颠儿地跟着跑了出去 看着他们一群人都出去了 吴恒就放心地松了一口气 可算是都走了 吓死我了 吴恒拍着自己的胸扑 还有静音未定 还好他们没有想起来自己 不然的话 今天恐怕就要露馅儿了 想到这里 吴恒咬了咬牙 就想逃跑 平日里白滚滚和华叔都是待在狐狸洞的 几乎不怎么出去 就算是出去玩儿 米谷也是留在狐狸洞的 所以吴恒平时并没有什么逃出去的机会 但是今天 他们所有人都出去了 正是吴恒逃出去的大好机会 虽说现在逃跑挺丢人 但是总好过一会儿 白针他们回来之后发现自己 想到这里 吴恒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打算逃走 他偷偷默默地站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筋骨 就走出了狐狸洞 经过这段日子的调养 他身上的伤口已经好了许多了 基本上可以算是痊愈了 只是在华叔的眼里 他的伤还是很重 只是他没有想到 他刚一出去就迎面撞上了华叔 哎呀 小吴你怎么跑出来了 不是说了吗 在你的伤美好之前不要出来 华叔一个人跑在最前面 看到吴恒之后 立刻担忧地将他领了回去 所幸华叔刚刚一个人 在前面落了白针 他们好远 所以这一幕并没有被白针 他们发现 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我就是很好奇你们去哪儿了 我一个人在这里特别的害怕 吴恒扁了扁嘴 忍住心里的愤闷 颇有一些委屈地说道 谁知道这点儿就感得这么寸 他刚出去就迎面地撞上了华叔 哎呀 我们就是出去玩了一会 然后像往常一样的去了一个地方而已 这不是马上就回来了吗 你不要害怕 华叔摸着吴恒的头 就像是在摸着宠物的毛一样 宠妮地笑了笑 那你们去哪里了 我也想跟着去 我一个人在这山洞里面好无聊啊 而且我身上的伤已经快好了 吴恒说着 就充满奇迹地看着华叔 希望他能够带着自己出去 但华叔只是摇了摇头 像哄着小孩子一样地看着他 小吴你乖一点 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好呢 等你身上的伤全都好了 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去玩儿了 所以先忍耐一下 最近就老老实实地待在洞里面吧 华叔笑了笑 就把吴恒安置在了他的小床上之后 就癫癫地跑了出去 找白真他们了 他们在不远处并没有发现到这边的一样 再加上华叔是个小孩子 有谁一打岔 他就容易忘记他想说的事 一开始是想说吴恒的事情 但是不知道是因为谁一打岔 他就忘了 虽然逃跑没成功 但吴恒还是搞明白了一件事 他发现华叔和白滚滚 每天都会一起出去 并不是出去玩 因为出去完了之后 他们肯定是笑着回来的 但是多数他们出去之后 回来都是闷闷不乐的 华叔更是哭得眼睛红红的 要白滚滚 红好半天才能好 虽然说最近几天 他们回来之后 都没有再哭了 但脸上的笑意还是少了许多 所以 吴恒能够猜得出来 他们一定是去看白凤九了 只是两个人的口风都很紧 并不很愿意说白凤九的事 也不知道是不是不想提起那种伤心事 反正这段日子以来 吴恒也不知道白凤九 到底是被放在了什么地方 白真爷爷 你说 娘亲到底什么时候会醒过来 我这几天每天都去看他 可是他一点要醒过来的迹象都没有 华叔坐在白真腿上 一双大眼睛也没有了往日的神采 声音很低很低 如果不仔细听 根本都听不清 他这些日子以来都尽量的掩饰着自己的情绪 就算是难过也不和白滚滚说 怕白滚滚担心 也怕白滚滚难过 因为他知道 哥哥真的很爱娘亲 所以华叔在白滚滚的面前 也尽量不提娘亲 但是 他心里面真的很难受 今天看到白真个折颜上神两位长辈 他就再也忍不住了 放心好了 我们说你娘亲会醒来 那他一定会醒来的 要知道你面前的这个折颜上神 可是四海八荒一树最厉害的神仙了 就连他都说你娘亲一定会醒 所以他就一定会醒过来的 所以你不要难过 也不要伤心 每天开开心心 你娘亲醒过来以后也会开心的 要是你一直都难过 你娘亲醒过来之后 也会跟着难过的 白真亲身安慰华叔 哄了半天 华叔情绪才渐渐的好了起来 重新的绽放开了笑颜 嗯 白真爷爷 你说的对 我以后一定要开开心心的 不让娘亲为了我而难过 可是 我娘亲快醒了 我夫君什么时候回来啊 华叔叹了一口气 想起他夫君的样子 就又变得难过了起来 你夫君为了救你娘亲啊 犯了天规 所以就被关起来了 但是华叔不用太担心 你夫君不会被关很久的 马上就会被放出来的 面对华叔 这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白真还算是应对自如 虽然撒谎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白真为了照顾华叔的情绪 只能小小的撒了一个谎 没有告诉他 东华正在一伙地狱接受惩罚 也没有告诉他 东华要被关一千年之久 他年纪还这么小 要是知道了真相 一定会受不了的 所以就算是撒了一个小小的谎 也没关系 等一百年之后 白凤九醒了过来 华叔对于东华的依赖 就能够不自觉的小很多了 而且那个时候 他也能懂事一些 接受能力也会更强 听白真这么说 华叔心里面没那么难受了 他站起来 安慰了自己好一会儿 擦干净眼睛上的眼泪 华叔蹦蹦跳跳地 重新的玩闹了起来 白滚滚也松了一口气 跟在华叔的屁股后面 生怕他一不小心受伤 看着他们兄妹两个十分有爱 哲言上神和白真也都笑了出来 他们又在这里待了一会儿 就回到了十里桃林 华叔也不难过了 完累了之后 就跟白滚滚在狐狸洞看起来竖来 想来娘亲一定会喜欢 他们乖巧的样子 父君是这四海八荒当中地位最高 也是最厉害的一个神仙 一定会喜欢他们两个努力的样子 华叔这么想着 就认认真真的看起了竖来 但是并没有看多久 就恍恍惚惚的睡着了 白滚滚从旁边给他拿过来了一条毯子 看着他睡得香甜的趴在桌子上 笑咪咪的摇了摇头 听说当年娘亲的功课 就特别的不好 如今看来华叔正是继承了他的那一点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吴恒一直都没有很好的机会出去 虽然哲言上神和白真并没有过来 可是白滚滚和华叔两个人也并没有出去 所以吴恒也一直没有机会能够偷偷摸摸的出去 终于在他等了好几天之后 白滚滚和华叔出门了 弥谷也不在 正是吴恒跟在他们身后的好时机 吴恒笑了笑 跟在白滚滚和华叔的后面 生怕被他们两个发现 果然 吴恒跟着华叔和白滚滚来到捎华池 真的见到了白凤九 白凤九捎华池的中间 正在安详地睡着 知道了白凤九具体在什么地方 吴恒心里就安定多了 他没有在这里多留 就趁着白滚滚和华叔还没有发现自己 就捏手捏脚地回到了狐狸洞 大白天的偷人肯定会被发现 所以吴恒打算晚上 趁着夜黑人进的时候再动手 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办法 所以吴恒稍微地放下了心来 只是他没想到白真突然之间的到来 打破了他的所有计划 吴恒下午睡得正香甜 就听见外面有人在聊天 叽叽喳喳地十分热闹 他懒散地抬起了头 无所事事地看了看狐狸洞外面 本来还睡眼朦胧的 当他看清楚了外面站着的人之后 突然之间呼吸一致 只觉得胸口上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看着突然出现的白真 吴恒忍住自己心里面的暴躁 总算是搞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哲言和白真吵架 白真一气之下就从十里逃领跑了出来 青秋冬荒凤中黄 眉间睡我雨花香 三生三世枕上书翻外篇第189集 就先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击订阅 续集更精彩 仪式红尘三世恋 三生执念中无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